大家好,我是刀刀鹏 今天我在客厅给您录这么一段 所以咱今天聊点轻松的话题 聊一聊我作为一名打绝手 参演百老汇音乐剧和戏剧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感想 这个百老汇其实就是纽约的一条大街 英文叫做Broadway 中文直接音译过来 叫百老汇 如果你要是异议 它其实应该叫做宽肩 在这个宽肩的周围 有很多剧院 大概从纽约第44大道到第53大道 这个中间它的剧院普遍比较大 最少的也能做600多观众 多的可能就1100 1200 大概在这么一个区间里边 这些被称为百老汇的剧院 那么在这演出的所有音乐剧 以及戏剧统称为百老汇 再往外走一点 它的剧院就相对来说小一点 可能最小的有二三百人的 差不多到五六百 大概这个样子 就在这些地方演的东西 叫外百老汇 再往外走一点 比如说大概在100人上下 一直到二三百人左右 这些更小的剧院 而且也离百老汇中心区 更远更外围一点的 管家叫做外外百老汇 一般什么情况下演的 这个外外百老汇 都是一些先锋的戏剧 比如说之前没有演过的这种形式 他也不知道观众到底能不能接受 所以他就先找一个小一点的剧院 成本低 也不需要卖出多少张票 因为他一共作业也少了 他先演个试试 包括外百老汇也是 相对来说 他虽然比外外百老汇剧院又大 但是比真正中心区的百老汇剧院又小一点 那么有一些音乐剧和一些戏剧 他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 看看观众的反应如何 也可以在这些地方先演 如果演的好的 他可能再挪到百老汇这个中心区再去演 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 就是汉密尔顿 也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音乐剧 他其实就是现在外包老汇 演的反响特别的好 所以他们就把他又搬到了 这个百老汇更大的剧院 去卖更多的票 赚更多的钱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您要想演这个百老汇 包括外百老汇 甚至是外外百老汇 也就是说您想融入这个圈子 无论你是音乐上的演员 还是唱歌 还是跳舞 还是演戏 等等 话剧等等 您必须先加入当地的工会 像我们音乐就叫Local802 AFM 就是一个专门管纽约 这个大纽约地区的一个音乐上面的一个工会 一旦您加入了这个工会 如果你是以全职的身份 而不是以这个替补的身份 参演了这个正经的百老汇 中心区的这个音乐剧的话 那么美国有一个网站 叫做ibdb 这个网站上就会收录你的名字 以及你的信息 包括你演了什么样的剧 如果大家常看电影 可能您会听说过 有一个东西叫做imbd 也就是说 您养过任何的电影电视剧 那么你的这个信息都会被录入 它是一个很全的一个数据库 像百科全书一样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养过任何的东西 这上面都会有显示 那么这个ibdb 就是专门我们这个Broadway Show 也就是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也好 话剧也好 他们的一个最权威的一个数据库 所以如果有人您再听说过 说他演没养过这个百老汇 然后您不确定 很好办 您只要上这个网站上搜他的名字 这上面有 那他就是全职养过 如果这上面要是没有 那咱就不多说了 当然也有可能它是替补 就是有点类似于A角B角 就是我当时演的时候 是作为这个全职 也就是说我每天都要去演 但是比如说 有一天我要是生病了怎么办 我总是有人能替我 对吧 或者我临时有什么状况 各方面总是有人替我 那么在这个时候 每一个正职的演员 都会找至少一个替补 但是替补是不列入这个名字当中的 包括您看到节目单上什么的 也不会有替补的名字 而且他也只收录 白老汇中心区的这些戏剧 像外白老汇 虽然也是这个系统里的 虽然你要想演的话 你也必须加入这个工会 但是他就不收录在ibdb里 下面再给您说说怎么样 您才能成为一个白老汇的音乐上的演员 这个选角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说如果您要唱歌跳舞 很简单 就面试 上去给人唱一段 或者上去哗哗哗 一百个人给人跳一段 人选一个最好的 但是只有我们这个音乐行业 是一个例外 特别像汉朝的这个茶举制 全靠推荐 换句话说 全靠有贵人扶持 看你是不是认识一些人 看你有没有关系吧 当然了 这个人要想扶持你 首先你需要有特别高的水平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拜的码头 你认识的大哥 推荐了你 那么你只有这一种可能 称为白老汇的演员 他是没有任何的面世的 一般来说 您要想入这个行 就像我之前说的 比如说郑爵这个演员 为了防止任何意外发生 他总得找个替补 所以一般人 就是先去给人当替补 这样你就可以认识到 这些专门雇人的 就相当于包工头似的 这种联络人 他们其实是我们直接的上线 就是每一次 一有了新的戏 这些导演什么 先得找这些带头大哥 先说 你去给我底下找演员去 所以 如果你做替补的时候 很有幸 认识到了这些人 那么他在演新的戏的时候 他可能会先问一些 他最熟识的这些人 但是他最熟识的这些演员 可能人家都在忙 都在演别的戏 那么这时候他想起你来了 或者这些他熟识的演员 突然有一个说 你找这个人吧 这人给我做个替补 他水平够 我演不了 但是你可以找他 像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一般就可以入行了 从此以后 你就是一个正式的 一个政治演员 我的经历比较特殊 我是比较幸运的 我是通过我的老师 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友 毕业了以后 就回来在我们学校做客座教授 专门教这个中东手骨 他是我们业界一大牛 如果您要知道 马悠悠有一个丝绸支度乐团 我这个老师 就是丝绸支度乐团的 一个创始成员之一 人家天天见着马悠悠 直接就叫悠悠 不像咱还得叫马老师 对吧 有一次 就是当时的一个这个联络人 就找到他 问他呢 说你有没有认识的人 能够适合演我们这部戏 他就马上想到我 就把我直接推荐过去 所以我接的第一部戏 就是在白老汇的这个中心的剧院里面 一个一千多人的剧场 做了一个全职的打队的一个演员 那么即使我们被人推荐了以后 我们成功的拿到这个工作 但是你能不能守住你这个工作 其实压力也是特别的大的 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我演的第一部戏的时候 我们本来呢 应该有三个乐器 一个特殊乐器 一个键盘 钢琴 以及加上一个打剧乐 那么结果呢 这个特殊乐器的这个演奏家呀 因为他自己的个人的事来不了了 来不了以后呢 没人能替他 所以主创团队开始想办 怎么办呢 能不能用电脑MIDI来合成所有的这个音乐 但是呢 一遇到这个MIDI呀 就一大问题了 如果有了MIDI以后 其实我们这俩人也没用了 对吧 因为他反正也要做录音 就把所有声部全做进去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当时面临的第一个危险就是 我可能还没有去工作的第一天 就被人要求下岗了 结果呢 他们说 要不你先来吧 因为当时有一个现场的这个舞蹈 类似于芭蕾舞 需要我现场用打剧乐来给他们 根据他们跳的这个过程来伴奏 其实跟他京剧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排练的过程当中 就大家一直在讨论 到底需不需要我 我当时其实心情也特别的忐忑 因为生怕呢 我演着演着突然到一半人说 得了第二天你不用来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蜜蜜的音乐 你就把你剃掉了 一直很怕提心吊胆 突然在我排练去的第二天 导演就来找我 悄悄的问我 你会弹钢琴吗 我听说你好像会 我一听 这是要我别的活啊 赶紧 那我打小都学 哼的比我打远了你 人一听得嘞 那我啊 过两天再给你安排一个 其他的职位 结果呢 又到了 转过来到了第二天 拿出一大箱子来 跟我说 咱这里边有一首风琴 我们这剧啊 需要有一个首风琴的演员 你要学过钢琴 我看你能不能练下来 我一听 哎呦喂 这事咱可没练过呀 他这首风琴跟钢琴不一样啊 对吧 他一个手是键盘 另外一个手 他全是按钮啊 硬着头皮也得上 我就拿着这个首风琴 现场大概练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两个小时 我练了一首这个普其尼的这个歌剧的伴奏 同时 还得跟我们当场的这个女高音 就要合伴奏 一共两个小时时间 从我完全不会 到能跟她合伴奏 结果 下午 就上午给了我两个小时啊 下午开始第一件事 就是当着所有的投资人 所有的什么编舞 所有的一些导演 政府导演 选举导演 往那一做 整部剧 从头到尾演一遍 这就是我当时的压力 我当时只用上午用的这个两个小时 幸好把这个首风琴学会了 而且还跟这个女高音合上了 这样人一看 他跟我说 你首风琴很不错 你就留下吧 因为我们也需要这个首风琴 现场这个舞蹈的这个伴奏 我们也不用mede了 反正你也得留下 你就直接用打句 来给他们伴奏 这个原本我们有一个钢琴的演员 本来我们想让他学来的 既然你也会了 那这一个事 你就都给干了 这钢琴演员 我们就给他开除了 我一听 吓出我一身冷汗 对不对 如果我要是 没有把这个首风琴学出来 那我估计 到时候 就是这个钢琴的演员 他把首风琴学会了 然后人家咪咪把我一剔 我就白白了 所以说 能力有大小 并不是说 你拿到这个工作以后 你就真的能干下去 我的经历 其实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很少有人 遇到说 让一个学大剧的人 问你 能拉手风琴 而且还因此 把真正学键盘的人 给开除了 所以我这个经历相当特殊 而且 我这个首风琴 还真不白弹 弹了这个首风琴以后 他还是舞台上 一个现场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当时 不仅是演奏了所有的音乐 而且 我还穿上了演员的服装 拉着首风琴 在台上 演了一个非常小的角色 每天这个戏上演的时候 都有我三分钟要露脸 跟我配戏的 还是全剧的女一号 所有你这些配角 可能都没法跟人对戏 我就一个镜头 我这一个镜头 就是跟这女一号 直接啪个对戏 很过瘾的 我当时在台上演这个首风琴 真的比我演打剧乐紧张多了 因为它不是我主要的乐器 心里没谱 你拉着边这个风箱的时候 经常拉着拉着 可能我自己练的时候 啪啪啪 手还正弹着呢 风箱到头了 不知道 声都断了 然后再往回一拉 声都接不上了 当时我就特别的紧张 因为你要想拉这个首风琴 你就要拉着和专业演员 和人家专门学首风琴的水平一样 否则如果人家觉得你不好 在这种条件下 你还是很危险的 再跟大家说一个趣事 我虽然在台上 是演了一个角色 而且是穿了演员的服装 这些东西 在我的工资单上 都是有加成的 后面可以给大家晒一下 但是我是不能有台词的 因为哪怕我只要有一个台词 那么我就不光是 设计音乐的演出了 我就真的变成了一个百分之百的演员 那么我就必须还要加入演员工会 那么我们加入工会的时候 都要给工会交一定的份子钱 这样工会它才保护你 那么如果加入演员工会 不仅剧院需要多付给我百分之几的工资 同时我还要拿出这一部分的工资来 交给演员工会 由他们来保护我 然后他们还要跟演员工会 来谈我这个合同 那就是一系列的事 所以虽然我在台上演奏音乐 有一个角色 跟这个女一号 有表演上的对戏 但是不允许我有任何的台词 那么再跟大家说说 我们一般从排练到演出 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首先这个乐手会提前拿到谱子 然后你就得自己在家练 练到什么程度呢 从头到尾都能够演下来 排练的时间是非常紧的 一般我们一共就排练两周 第一周就是乐团自己先把音乐从头要串到尾 但是这个期间压力特别的大 因为在专业领域 它要求你就是要提前自己把谱子全都练好 不能在现场任何的练琴 现场直接一排练 就是从头到尾 如果中间您出的错误太多 那么直接从第一天 人家就可能就直接把你开除了 然后人家再找一个能力能匹配的人进来再来演 所以可见乐手在提前准备这段期间 他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排练 一共一般排练个三天也就到头了 而且每天排练的时间还是有限的 差不多五到六个小时 一天顶多排这么多时间 然后第四天第五天左右 一般如果音乐剧的话 唱歌的演员大概就会来了 我们就会和唱歌的这些演员们一起来合伴奏 也是从头到尾串 串完以后第二周就直接进剧院 从头到尾也是一共就顶多走两遍 第一遍就要对一下灯光 演员每站到一个地方 得有追光什么这些的 对灯光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些音乐的演员 到现场去调一下平衡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共鸣 跟排练厅不一样了 所以是不是大号太大 声太大了 还是打击乐声太小了 还是闲乐怎么样 调一调平衡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 一共两周的时间 然后就开始进入预演的阶段 从预演的阶段开始 就正式卖票了 预演的时候 所有的导演 什么舞美 所有这些人都会在现场每天看 同时也卖票给观众 观众可以有反馈 导演什么的 也会每天都记录反馈 如果他在预演的过程当中 觉得有任何一个地方 不是特别的满意 或者还能再改进一些 那么第二天在预演之前 我们就会提前到 比如半个小时 或者多长时间 看他需要 看他改多少 临时给我们发一些新的谱子 那么白天的时候 演员可能已经拿到了新的台词 歌词等等那些 就利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 把不好的地方 演一遍 然后 就继续开始 对外的受票的预演的 全部的演出 那么你的反应 你的施奏能力要特别强 因为可能这个曲子改的 跟完全不一样 跟以前 那不管 一共你可能从看到谱子 到上台演出 就这30分钟 而且还要和整个乐队 还要看指挥等等的这些 你都要配合好 然后演出完以后 如果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如果不可以再持续改 在整个预演 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每一次演完了以后 都是可以随时改的 直到冬演的第一天 开幕的这一天 那么这一天 就会请来所有的 当地的有头有脸的 有名望的这些 音乐家也好 剧作家也好 投资人也好 包括最重要的 就是请到所有的媒体 比如说什么 纽约日报等等的 这些白老会 有一些其他的 一些艺术方面的 很相关的一些媒体 那么所有这些人 都会给请来 来看这个首演 那么你首演 开幕的这一场演出 基本上就给你 这个戏的评价 定了一个基调 它可以说是 评价的唯一标准 如果你演的好 所有这些媒体 都觉得这个戏特别好 那么它第二天出来以后 你的评价就会很高 这样 你后期就会有很多人 看了评价以后 会来买票 会来看你的演出 如果你的首演的这一天 出现了失误 或者人家对你的戏 不是很满意 那么你再改也改不了了 你已经来不及了 它就对你的评价 就会很低 这样可能就会影响 你的票房的收入 那么从一个剧 进入饰演 包括到公演 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它就要符合 白老会的剧目 一个标准的演出的日程 一般任何一个剧 它一周都是有八场演出 但是呢 是演六天 给你有一天的时间休息 但是呢 会有另外的两天 这两天呢 是每天演两场 下午一场 晚上一场 支持一个音乐剧 是不是能够 被整体的设计出来 以及能不能被搬上舞台 那么这就需要 前期有投资人 来进行投资 比如说给这个写剧本的呀 给写音乐的呀 给导演呀 预付这个演员呀 预付这个音乐方面的 这个音乐家等等的 这需要有投资人 这个投资人在投资的 第一笔钱以后 就没有任何的追加投资了 那么一旦这个演出开始以后 能不能这个支持一个剧 到底能走多长 那就完全靠观众的每一张票 比如说 最经典的剧目之一 就是这个狮子王 他都已经演了 都有几十年了 那么就是因为这部剧 他的票卖的特别火 每天都能做的上座率 可能都得要八成九成以上 也就是说每天可能都得有 每天都得有八九百人 愿意去观看这部剧 去现场坐在音乐厅里 看这部剧 持续了几十年 你想他有这个市场 他是多么的大 对吧 但是呢 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剧目 可能演一定的周期 他的票到后来卖不出去 这么多了 这部剧就要被强迫的停下来 那么停下来以后 所有的这些演员 以及所有的这些导演等等 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 那么这部戏结束了 你的阶段性的工作也都结束了 那么你就要出去去找另外一部戏 如果你要没有另外一部戏 那么你可能在这一段时间 就是失业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到这儿呢 我其实还真是要感慨一下 这个百老会 无论是他核心区域 包括外百老会 包括外外百老会 他是有很多的 超过一百家的剧院的 而且这一百家的剧院 每天都在开演 甚至有一些剧院 他可能这个剧院里面 他有三到四个 甚至更多的音乐厅 他有可能每天 所有的音乐厅都在开演 所以每天大概就有几百部 百老会的这个剧目 在同时开演 基本上每天每场 他的上座率都是非常高的 钱这个东西 我相信都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那么我们这些演员 是怎么能够拿到工资的呢 首先说最重要的 就还是要加入工会 你的合同 是直接受到这个工会保护的 而且这个工会会三到五年 这么一次 和百老会的这个剧院方 投资人等等的会合 他们谈这个合同的细节 那么每一个加入工会的演员 你在演任何一部戏的时候 都是严格遵守这个合同 并且受到这个合同的保护的 如果您要看这个美国NBA的话 您会听说过一个 NBA一个停摆的一个事 就是他求疑工会 觉得分成不足了 他需要这个合同到期了 他需要跟这个老板谈一谈 重新分成啊 怎么的这些细节 那么我们百老会里面的这个工会 和他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进入工会以后呢 工会的这个合同也是非常非常的细的 比如说啊 他从排练开始 排练他就会规定 你每天排练有一个基础的时间 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的时候 你相应的你需要 你可以拿到多少工资 那么你在两个半小时以后 每加30分钟 你又会加多少工资 然后呢 他工会还会保护 比如说你演每过 比如三个小时 或者每多长时间 那么你必须中间 要有10分钟到多长时间的休息 那么你每个半天 你最多不能超过几个小时 你一天的排练 不能超过几个小时 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时间 那么你的工资可能 多余的时间的工资 就要加倍啊等等的 他合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规定 我有一个经历 就是我在走台的时候 大家要试这个麦克风 然后他规定呢 是早上10点钟到 12点结束 然后到这个12点的时候呢 因为他每个人都试 像我们打句乐呢 乐器特别多 我演的时候呢 大概得有那么三十四五样乐器吧 每一样乐器 他都有相应的麦克风 结果呢 到了12点呢 我这个打句啊 根本没试上 没到我这 12点就结束了 但是马上就到我 所以作为这个 咱们和蔼可亲的中国人呢 咱就觉得 正常情况下就觉得 嗨 我再多等等呗 我五分钟 我等五分钟 对吧 咱把这个事一试完了 大家不都轻松的结束了吗 都不行 人不让你等 因为你要一等 但凡被谁告发了 他就违反这个规定了 所以呢 我就必须当天就得回去 回去以后呢 人家会给你发邮件 说很抱歉 我之前这一天 没有试 你的麦克风没有试到 你第二天能不能提前找到 半个小时 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 专门给你试麦克风 您别瞧就这半个小时 因为这个半个小时 居院方就会花费大量的金钱 为什么 因为他不光是给我在排练之前 加了半个小时的工作 他是需要单付给我工资的 同时所有这个参与其中的 比如说帮我摆麦克风 现场摆麦克风的 这个调试的一些工作人员 以及后台声音的这些音响的工程师 甚至如果涉及到指挥 要来听合适不合适 所有的这些人 只要现场需要他 就要单给他付这个工资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这些工资 要比你正常拿到的工资 可能还要增加个百分之几 因为他属于你的额外劳动 就有点类似于你节假日加班 理论上说对吧 应该是有二倍三倍公司 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他这个合同规定的 就是这么的严格 你必须完全按照他执行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 下期我会给大家带来 详细的薪水方面的信息 好 今天的刀刀锋聊音乐 就先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点赞评论分享 好 我们下期再见